我是首富家一落在外的真千金 回到家发现自己还有三个哥哥 大哥科研天才 二哥三金引地 三哥电竞冠军 几人一致达成宠妹协议 是要将唯一的妹妹宠上天 我一身高奢回到学校 还没等跟奶友坦白 奶友嫌弃我穿假货 在外面给他丢人现眼 转头向小康家庭的斑花表白 斑花向我炫耀他的名牌 笑道 土鳖 你穷也就算了 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买A货 你家里人知道不骂你吗 我看着自己手里百姨设计师 连夜感知的高定款包包沉默了 我该怎么告诉他 昨天哥哥们送的名牌礼物 我一个摆平的房间都放不下 一 我刚做完家教 正寻思着联系一下 正在部门聚餐的男友 手机电话先响起来了 是我男朋友肖正宇打来的 断碗双 分手吧 不是 早上还在跟我浓情蜜意的男朋友 晚上就跟我分手 不分 你别得寸进尺断碗双 我是通知你 不是和你商量 肖正宇的语气带着警告 我直接忽略 给我个理由 为什么突然分手 电话那端的他笑得差了气 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 你穷的每天穿着脏衣服 每天不是打工就是兼职 有什么资格谈恋爱 我气得牙痒痒 这段关系他妈的是他求着跟我谈的 耍我玩呢 想分手 没可能 还穷人就不配谈恋爱 我看你小脑萎缩就不配活着 断碗双 你别给我得寸进尺 肖正宇气得怒气冲冲 我清楚地听到有人柔声安慰他 正宇 别生气 你跟段同学好好解释一下 他肯定能理解的 哈 原来是斑花呀 他是京市本地人 在京市算个小康家庭 在其他地方那就是大富大贵了 我说呢 我就耗死你怎么找 想傍上白富美 我偏不让你得逞 我猛地挂断电话 心里的怒气还没有消散 面前停下一辆好车 咱也是在京市见过顶级好车的 一眼就能看出这车有点不一般 我正想让个位置 刚下车的 穿着雍容华贵的夫人 直接给我一个满怀 晚霜 妈妈终于找到你了 我满头问号 浑身不自在 生怕自己拼多多 买得不到二十块买的衣服 玷污了人家的貂皮大衣 那可不是我能陪得起的 面前的人捞搂得更紧了 旁边的中年男人抹着泪 红着眼看着我 晚霜 我是爸爸呀 恰好此刻 过儿院院长给我打来电话 他说 我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他们听说我在做家教 就先来找我了 旁边的男人 给我递了一份亲子鉴定 铁证如山 我看着中年男人 越看越眼熟 索性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请问你是那个首富断昌士吗 保养精致的夫人红着眼 是你爸爸 晚霜 这些年你说苦了 我理个斗 我成首富 亲闺女了 被渣男绿了 我直接走上人生巅峰了 这是妈妈给你的见面礼 你先收着 说着 夫人强硬地把一张黑卡 塞到我手里 你收着 不然妈妈心里过意不去 我立马揣到兜里 爸 妈 夫妇两人十分热情 一定要带着我回家 见一见家族成员 看着两人通红的眼眶 以及刚塞给我的黑卡 我含泪上了劳斯莱斯幻影 这辈子真是直浪 二 段家不愧是首富 家里的别墅一山二建 从山脚漫延上 整座山都是段家的 我这个土狗宛如留老老进大观园 左瞧瞧又旺旺旺 好在亲生父母不仅没有嫌弃我的土 还一直心疼地看着我 尝试跟我搭话 那小心翼翼的状态 生怕我对他们不满意 豪车终于开进别墅 一进门 三个身材修长 名谋好耻的男人站在我面前 我理个逗 这不是最近被人偷拍爆火的科研天才段金红 还有这个 娱乐圈鼎鼎鼎大名的三金影帝段云霜 以及他身边的那个 对天对地的天才电竞选手段游星 合着八杆子打不着的三人是亲兄弟 现在还是我的亲哥哥 这三人妥妥地想说男主配置 我暗自思索着 航门 真千金回归 加上三个顶级配置的男主哥哥 难道这是要让我当航门炮灰 但很快我就想差了 三人没有一点 我在抖音上刷到那般不可一世 我甚至能从他们的动作中看出一点局促 小妹 你回来了 那个看起来比我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一瞬间冲到我面前 妹妹 我是三哥 你是不知道听说你要回来了 我激动地直接从南城溜回来了 妹妹 你可真好看 跟你三哥我不相上下 妹妹你又不饿 累不累 想不想玩游戏 你哥我有点实力 带你飞 二哥断云霜微笑地拉开三哥和我之间的距离 你成天不学习就知道打游戏 能不能别把妹妹朝外露带 我瞧着那微笑怎么那么识人 直到二哥看向我 如沐春风地让我恍惚我刚刚看错了 妹妹 想追星或者进娱乐圈吗 哥哥可以帮你 你看你是想认识这个歌手 还是想认识那个影后 或者你想去综艺还是去组玩玩 三哥不满地再次挤到我面前 进娱乐圈有什么好的 天天被一群苍蝇追着骂 你存的什么心 我还没开口 再次被人拉开两人的包围圈 大哥面无表情 抓住我手腕的手却微微颤抖 小妹还没吃饭吧 我刚好做了点菜 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 尝尝 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隐约听到身后齐刷刷的暗骂不要脸 二哥三哥风卷残云地去了厨房 抢着帮庸人端茶送饭 我受宠若惊 我爸妈在一旁直翻白眼 让我不用大惊小怪 我吃饭 手拿着筷子头皮发麻 面前坐着的三位哥哥亮着眼睛盯着我 凡是我多看三秒的菜 下一秒总能立马出现在我碗碟中 最后还是被我妈让他妈在捣乱 就滚出去吃饭 然后改成我爸殷勤地给我夹菜 我头皮更麻了 三位哥哥相互对视一眼 迅速吃完饭 一个个都去打电话 没办上 家里别墅不停地来人 给我两尺寸 给我设计房间 给我展示高奢 我生无可恋地看向我三位哥哥 他们十分理智气壮 以前没人保护妹妹 以后妹妹就有哥哥保护了 哥哥们保证把妹妹宠成真正的小公主 我已经免疫了 我确定 什么狗血豪门斗争 在段家完全不存在 三 仅仅一晚上的时间 我已经改头换面了 大哥大手一挥 送我一辆奥迪二八 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还有点懊悔 大哥对这方面没有研究 以前车都让段老三开着完了 小妹你先将就下 以后再送你个更好的 我连忙劝住他 大哥够了 真的 我驾照才刚拿到手 根本就不敢开车 大哥恍然大悟 也是 那正好 我去你学校有事 我送你吧 我摸着额头不存在的汗 暗自庆幸 还好昨晚二哥三哥有工作走了 要不然 今天我早上的课根本赶不上 一路上真看不出来 他就是网上传言的那个 清冷的科研大佬 对了 小妹 我听说 你最近在参加计算机技能应用赛 我也不在意 大哥是怎么指导的 点头就完事了 对 你们队伍程序设计的不错 论文和题材也很新颖 出赛文了 我大学俯修过这方面 以后参加比赛论文 或者其他不懂的地方 你都可以问我 我顿时亮起了星星眼 大哥你这么厉害 自动化那么难 竟然还能俯修计算机 而且我听咱妈说 你还是提前毕业的 大哥有些不好意思的 抬了抬下巴 那没什么 还是小妹更厉害 她说的是我一个人 从小县城考到精识之事 提到这 大哥突然反应过来 有点不对 嗨嗨 我不是那个意思小妹 没事没事 我也没当回事 满不在意的摆了摆手 我赶到教室 社友招呼着我 坐到他们 提前对我站的位置上 一抬头 就看到隔着前排空位的肖正宇 以及他的白富美新女友 夏千歌 两人浓情肆意 贴着身子 注意到我来了 夏千歌专门回头 挑衅地扫了我一眼 看到我全身的高奢 眼中是浓浓地不屑 满身假货 你可真装 他推了推旁边的肖正宇 他回头 呃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面带微笑 一人比了一个中指 社友有些担忧地 拉了拉我的袖子 宝 你昨晚兼职 怎么没回来 你知不知道 他们两人官宣了 我安抚性地拍了拍他的手 没事 我知道 等着 两人不会好过 耍我娃 先问问我三个哥哥 允不允许 两人一会尝尝 彼此的奶茶 一会轻易地亲两口 简直没眼看 老师都看不下去了 他直接点了名 第五排 对就是那对情侣 你们两人这么旁若无人 看来是都学会了 那女生起来回答下 这道题怎么解 这节课是高数 一个不留神 可能一整节课都听不明白了 两人专注着谈恋爱 哪里会听课 果不其然 夏千歌不会 他尴尬地红了脸 死活不站起来了 肖正宇倒是先替他站了起来 老师 我女朋友不会 我替他回答 行 你说 就是先导一下 然后再 错了 老师面无表情 我提醒了多少次 先判断能不能导 既然不会 就好好听课 想谈恋爱的话就出去谈 别影响其他学生学习 周围学生一口同声的虚了一声 夏千歌疼一下就站了起来 老师 不会就不会 你作为老师教一下不就行了 我们谈恋爱也轮不到你管吧 两人牵着手 望向老师 老师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行 我管不着 你们两人扰乱课堂秩序 我扣个平时分没问题吧 肖正宇有些慌乱 反倒是夏千歌不在意地切了一声 随便 他拉着肖正宇 当着老师的面就离开了 不到下课 两人的操作 已经传到了校园论坛上 不是 这两人不会以为自己很酷吧 上课不尊敬老师 还这么装 听说女的家里有背景 人家不怕的嘞 服了 最讨厌这种没素质的大小姐了 不愿意上就滚蛋 四 还没下课 校园的比赛微信群发来消息 是张通过出赛的队伍名单 我连忙打开 看了三遍都没找到我们队伍 甚至就连一个三等奖都没获得 更令我惊诧的是 出赛获得一等奖的名单中 有一队是夏千歌带队 而他的组员中 其中一个是肖正宇 另外三人都是平常系里倒数的几位 而他们的比赛内容 和我们队的作品名称 叠无二致 就连导师都是同一个 前段时间 夏千歌不明其妙 对我的敌意和不屑 掠过我眼前 某些事情呼之欲出 小队微信群里的队员 也一脸懵圈地爱扣我 队长 不是吧 咱们竟然没获奖 我按压住心里的那点愤怒 先稳住队员们的情绪 具体我也不知道 下课我去导师那里问问情况 下课递一下我们 我们跟你一起去 我一下课 几个组员已经等在了教室外面 我们连忙去导师办公室 没想到导师办公室已经有了人在 是夏千歌 他捧着茶坐在我的导师面前 笑意奄然 我直接推开门 单刀直入 老师 为什么我们队伍的作品 成了夏千歌的作品 您最好给你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导师面色不悦 不动声色地 把办公桌旁的东西拿了下去 断碗双 进办公室前 要敲门时 做人的基本素质 夏千歌四笑非笑地看着我 段同学 能力不足 要敢于承认 别什么事情都倒打一耙 是吗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的作品 怎么和我们的参赛作品一模一样 砰 导师将手边的茶杯 狠狠地放到办公桌上 语气冷静 有什么好解释的 夏同学虽然和你们的理念相同 但实力强 获奖是理所当然的 呵 我大步冲到导师办公桌旁边 一把拿出刚刚被他藏起来的东西 十万一斤的大红袍 目测有半斤多 我冷笑 实力强 合着是花钱的实力强吧 断碗双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导师脸色已经难看起来了 站起来想要抢过茶叶 我立马向后一扔 后面的队员急忙抱住 死死地抱在怀里 所有人都凶狠地瞪着导师 夏千哥笑意层层地站了出来 段同学 你作为队长 怎么没一点眼力见 就算不是我亲手完成的又如何 是我亲手递交上去的 就是我的 而且你以为你能拿到这点茶叶 又能如何 你们这群小镇做题家呀 就是蠢 自命清高 以为自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但其实呢 你就算把证据拿到学校 也有人拦下来 他凑到我耳边 语气轻缓 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说话 夏千哥直接咯咯地笑出了声 因为呀 这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不是你能得罪的 说着 他朝导师汗手 今天打扰了 下次让我爸亲自来拜访您 导师立马明白过来 面带笑容地目送着他离开 我伸手拦住了夏千哥 急什么 等我报个警仙 五 我的队员视死如归地 挡住了办公室的门 夏千哥和导师都没办法离开 两人一点也不担心 夏千哥竟然还打起了某游戏 我跟大哥说了声 他让我保护好自己 十分钟后 他和警察同步出现在导师办公室 导师看到大哥后一愣 然后立马从办公椅上站了起来 您不是在实验室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大哥没说话 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转头上下打亮了我一番 确保我没事了 才长出一口气 没事了 有我在 后面的事情交给我 夏千哥不屑地扫了我一眼 我说这么不怕死 原来是找了金主 还真够恶心的 揉着我脑袋的大哥手一顿 抬眸看向他 骂他 后者被大哥的眼神吓了一大跳 仍旧挺着腰瞪着一双圆眼 关你什么事 我生怕大哥一拳都打了过去 连忙拉住他 不是担心夏千哥受到伤害 完全是担心 大哥因为这件事冲动 再说警察就在身边呢 干什么事 私底下解决就行了 一行人去了警局 警察联系了涉及的所有人 他们开始着手调查证据 而比赛组委会 在当天晚上就发布公告说 原先的结果暂且扣下 调查清楚后再重新审判 学校所有涉及的老师 都被停止检查了 没有一丝犹豫 就连夏千哥和他的所有队员 都被停课了 我直觉是大哥的手段 而夏千哥有原本的漫不经心 到后面开始急了 这些表现为 他开始讨好班级同学 他所在的宿舍还出了盗窃事件 所有人的东西都没丢 只有他一个人的所有电子设备都丢了 这事发生后 他隔了两三天才上报班主任 而班主任直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跟大哥提了这事 大哥直接跟我说没事 咱家每年赞助学校那么多钱建造设施 监控设施遍布全校任何一个角落 学校连这点事都处理不好 以后都别想再拿到一点赞助了 隔天就在班级群里发消息 说他过生日 邀请老师还有全班同学在念双会所吃饭 夏千哥暗戳戳地提醒所有人 这会所有多高级 这些天因为他花了不少钱 每天给全班甚至是全系的学生 送零食送奶茶 大家对他的追捧程度与日俱增 说起他疑似飘窃作品的事情 众人的风向也变了 夏千哥平日里那么好 我看不是像能干出这事的人 就是说啊 人家大小节要什么没有 至于为了一个没多少含金量的比赛干这事 我看是有人嫉妒大小节 找了个由头诚心污蔑他的 这个友人明里暗里指的就是我 故此 现在夏千哥发了消息 立马有人拍了拍我 大姐 我记得你要做兼职 你就别来了 对啊 这地方你估计也待不习惯 打游戏唱歌你也不会 你去了 自己冷了场 到时候又可别污蔑我们孤立你 底下一群人追捧的 夏千哥连忙脚流造作地站出来 替我说话 大家别这样 段同学从小是孤儿 比我们辛苦多了 大家多体谅体谅段同学 别影响了同学之间的感情 扯到我是孤儿 又让大家感觉我从小心里不健康 当着我的面讨论的热火朝天 群里的班主任是里都没理会 我冷笑 夏千哥还能笑得出来呢 他家最近的生意已经被砍掉了一大半 逐渐举步维艰了 我不信他不知道 六 我没回复 夏千哥故意爱特了我 段婉双同学 你的家庭条件大家都知道 别不好意思 到时候也不用拘束 穿一些假的衣服什么的也没关系 大家不会嘲笑你的 你要是实在喜欢 我可以借给你几套 肖正宇在下面迎合着讽刺我 当你身上 那可得不偿失了 有一群人说恶心死了 群里的老师当做没看到 夸赞了夏千哥两句又下线了 我呵呵两句 懒得喷 真的懒得喷 学校的风气就是被这样带坏的 手机震动两声 我收到大哥的消息 小妹 什么时候下课 我实验结束去接你 晚上我去带你吃好吃的 就在咱家开的念双会所 这可是爸妈专门给你留的资产 我正好带你见见 我一挑眉 合着这地方就是我的 当千金大小姐就是爽 我跟大哥说了声 同意了夏千哥的邀请 我跟着社友一起前往 一进包间 就听到老师在夸赞夏千哥 年轻就是好啊 做什么都积极 你们马上就大三了 下半年不少比赛 可要抓点劲 多向夏千哥同学学习学习 什么都要奔着国赛去 夏千哥交满脸得意 倒也没什么 只要自己多努力 总会成功的 其他人随身附和着 夏千哥给几个班级 有职位的同学敬了酒 就是前段时间内装饰 想必大家也知道 那都是子虚无有的事情 警察查了这么多天 也没个结果 到时候还麻烦你们实话实说 帮我跟警察叔叔说一声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那几个同学抿着红酒印了 夏千哥笑了 他一转头看到了我 立马扭着腰挽着 萧正宇走了过来 段婉双你来了呀 你瞧瞧 我刚刚正和他们说比赛的事 没看到你 当初也是你误会我了 不过没关系 我相信你本身 也没有什么恶意 他旁边的萧正宇 朝我怒目而视 什么误会 他就是故意的 千哥 你还是太单纯了 夏千哥被夸了 脸上的笑意都收连不住了 哎呀 郑宇你说什么呢 好歹晚双也是我们的同班同学 我们要有基本的信任和关心 对吧 晚双 你看我耽误你这么多的兼职的时间 要不一会我把钱转给你吧 夏千哥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挑衅 眼神中透露出高傲和不屑 他身边的萧正宇扫了我一眼 眼中满是鄙夷 段婉双你装什么 千哥生日聚会 你还要穿一身假货 就连生日礼物都不带 你就正不把千哥放在眼里 我笑意盈盈地回怼 不识货 麻烦去看一看眼睛 我可不是眼科专家 治不好你的眼瞎 再说 你会给你讨厌的人带生日礼物吗 我望向夏千哥 后者挺着背盯着我 晚双你什么意思 还是误会我吗 我咧嘴一笑 不是我误会你 是我讨厌你 实锤的事情 你竟然还有脸胡说八道 我真佩服你 夏千哥被我骂得脸上挂不住 语气也冷了下来 装腔做事 说着他拍了拍手 立马有服务员于贯而尽 我看着那些 随手就是大几万钱的酒 扁了扁嘴 以前就觉得他装 现在更甚 他还不知道呢 昨晚我家开了一瓶酒 能直接包下全场了 气 我随手拿了个五万块的一瓶酒 摊手 行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断碗双 夏千哥急得直接拽住了我的手 你故意的是吧 能不能别吐得跟那香巴佬一样 我疑惑地抬头 不是你说你请客吗 我拿点酒你怎么急了 而且这又不是这里最贵的酒 难不成你买不起 你放什么屁话 夏千哥记得顾不着维护形象 脸色涨红 那是大家都不想喝 买了也是浪费 还不如不买 你问过大家了 你怎么知道大家不想喝 说着 我推了推不远处的一个男生 你想喝这瓶酒吗 想啊 那男生看到酒瓶标签后 眼睛一亮 根本没收到夏千哥的眼神暗示 那行 夏大小姐可是说了 这里的酒敞开了喝 敞开了完 他只管请客 那群男生立马尖叫了起来 夏千哥 你真不愧是京士大小姐 牛逼 有人给他竖了一个拇指 后者僵硬地撑着笑意 没事 喝吧 喝吧 我呵呵一笑 拉着摄友坐到空的位置 顺便让服务员多上几瓶 但我的手腕被夏千哥攥住 他眼神凶狠 断碗霜 现在我后悔了 我这里不欢迎你 你的酒钱 我一概不负责 得到了我想要的回答 我高兴地挑了挑眉头 那好啊 各副各的 吃 夏千哥暴毙还凶 眼底是浓浓的轻蔑 土包子 还真以为自己 穿几个A货就是大小节了 在我面前要舞杨威 你算个老几 我看你到时候 还不是哭着求我 除去开头的插曲 包间的气氛也升腾了起来 大部分的男生得到了好处 围着夏千哥 不断说着好听话 夏千哥对着结果很满意 但女生就不一样了 他们唱了一会歌 就觉得无聊了 喝酒不是他们的强项 就聚在一起聊着八卦 旁边的女生 拉着几人叽叽喳喳 我去我去 今天星星直播了 拿的打也杀疯了 不是说前天他连夜溜出战队 这么快就回来了 别说了 我听说昨晚星星 被队长电话轰炸回去了 心疼星星 几人说着 夏千哥就扭了过来 你们再说星星了 郑宇还和他组过队呢 星星还在私底下 单独训练过郑宇 他也争气 天天按照星星的教授联系 这就苦了我 半夜还要被他拉起来组队 硬生生被带上了王者 那几个女生被吸引了过去 验线地看向萧正宇 萧正宇你真的和星星组过队伍吗 他还私底下教过你 萧正宇昂着头 毫不犹豫地点了头 我去 那你能不能带带我们 我们可以给钱的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偶遇一下星星 后者深情又专注地看向夏千哥 我听我家宝宝的 夏千哥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他挽住萧正宇的手臂 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歪头笑着 说的什么话 我们是一个班的 这点小事肯定帮忙了 等到再过几天 我就让郑宇带着星星 跟你们一起组队 女生们直接尖叫了起来 哎呀呀 真的吗夏千哥 真的 天啊 不愧是大小姐 这人脉我真是羡慕死了 大小姐 你真是我亲姐 那警察 你放心 我们只会实话实说 绝对不会说你一句坏话的 夏千哥长出一口气 转头得意地看向我 爸 哦 我直接呕吐出声 夏千哥挟去了我一眼 断碗霜 又羡慕了 可惜呢 你这个书呆子 不仅不会玩游戏 还没有男朋友带 我白了一眼 将现在的组队页面 朝他挥了挥 不巧呢 我还真有 我刚和摄友 刚准备开一局 结果刚一上线 就被一个ID 叫摘星给妹的人 拉进了队伍 我认得这ID 是我回家第一天晚上的时候 断油心扉拉着我家的 他说他有点实力 我也没有拒绝的道理 正好给我装了一把 夏千哥脸色一僵 还没骂出口 就被肖正宇拦住了 行了 千哥 别跟他一般见识 估计就是钓鱼的 他那垃圾手感 哪有好心的大佬 愿意带他 肖正宇轻轻拍了拍 夏千哥的肩膀 试图安抚他的情绪 夏千哥瞪了我一眼 扭头跟其他人 打开游戏准备舞排 突然 原本看直播的那几个女生 尖叫了起来 我靠我靠 星星今天在待妹 正说着 他那直播间 和我的队伍脉中 同时传来断油心的声音 妹妹你怎么不说话 是我这边网不好吗 双双 妹妹 双双妹妹 整个包间顿时安静下来 只剩下歌声 所有人紧紧地 盯着我的手机屏幕 夏千哥眼中 是满眼的不可置信 我迅速回复断油心 哥 我这边有点吵 我找个安静的地方 再玩吧 直播间也传来我的声音 下一秒 包间的哥也关了 我忍着笑 点了准备 根本没有打算 离开包间的动作 哥我有点菜 我选辅助吧 你只拿我打了 三哥毫不在意 没事 游戏而已 放心吧 你只管跟着我 哥带你飞 这温柔的腔调 让直播间 和其他三位队友 都异常沉默 我继续追问 哥 我们班有个同学说 他给你双排过 而且你还单独教过他 如何打野 是不是真的 嘿 嗨嗨 没有的是 那端的断油星 欲骂未骂 我从来不跟人双排 更别说教人了 不过 要是你想练习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教你 不聊不聊 我还是安静当个辅助吧 我这边刚问完话 对面的肖正宇 和夏千哥 直接黑脸 包间的那几个女生 不置可否的小声讨论 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他俩该不会谈恋爱了吧 一局胜利 我就退出了 三哥依依不舍 有个女生拽住了 肖正宇余光 看向夏千哥 眼神十分不善 星星从不跟人双排 你骗我们干什么 肖正宇眼神闪烁 那 那有可能是我认错了 夏千哥也有些慌 别听断婉双胡说 说不定这是个高访号呢 呵呵 星星开着直播 上万的观众看着 你跟我说是高访号 你们可真会装啊 女生对着夏千哥 夏千哥和肖正宇白了一眼 拉开几人的距离 连带着那边 得到消息的男生 看向两人的眼神也变了 甚至还郁郁郁郁市的 想要冲过来 拉住我问个究竟 就 肖正宇急了 上前一步拉住我 断婉双 刚才那个号 是不是你找人高仿的 你说话 我一把甩开肖正宇 你是没看到 旁边三个号 都是她队友吗 你就这么瞎 那 那你和星星是什么关系 肖正宇的声音颤抖 我还没开口 就被夏千哥尖叫着打断 能是什么关系 肯定是他勾引星星 我说你最近穿的人模狗样的 原来是攀上星星了 真够不要脸的 我反手一巴掌扇到他脸上 顺手拿了红酒浇到他头上 不会说话呀 我教教你怎么说话 断碗霜 萧正宇愤怒地朝我奔来 被我一个酒瓶砸到了他脚边 哎呀 你怎么把这么贵的酒撞碎了 这可是也赔不少钱呢 他停住了脚 朝我怒目而视 夏千哥趁着间隙溜了过去 指着我破口大骂 好啊断碗霜 我带你见诗面 你回我场子 这顿饭都不想吃了 我非让你身败名裂 我怂怂肩 他气得一把将酒桌上的酒泉 都扫在地上 这动静吸引了外面的服务员 就连经理也匆匆赶来 经理面色并不好看 这位小姐 你这是 夏千哥眼珠子一转 就将脏水拖到我身上 不管我的事 他干的 找他赔偿去 经理转头看向我 一愣 他小心翼翼地凑到我面前 大小杰 我看了他一眼 他立马惊喜地朝我弯了弯腰 大小杰 原来您在这儿 什么赔偿不赔偿的 大小杰您来玩 怎么能收您的钱呢 大小杰玩尽兴了吗 要不换个场子继续玩 周围人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夏千哥直接猛递在原地 经理 你叫断碗霜什么 凭什么给他免单 他就是一个土包子 就算盘付上星星 也没这么大的脸 我笑意盈盈地看着他 经理呀 什么免单不免单的 这可不是我请客 是那位小姐请客 我拿了多少免单就行了 可千万别抢了 那位小姐付钱的机会 是 赔偿的具体情况 我们会掉监控 段小姐放心 没一会 经理就将算好的账单 递给夏千哥 这位小姐连带着被损坏的 一共35万 夏千哥直接尖叫了起来 什么 凭什么我一个人付这么多钱 他们都喝了 还有段婉霜 那是他拿的 他赔偿 经理没说话 身边的服务员已经堵在了门口 他慌了 抓住旁边的肖正宇 你也喝了 你们都喝了 你们都要付钱 肖正宇有点尴尬 千哥 不是你说要请客吗 我说要请客 也不是要请这么多钱 周围的同学 脸色都已经明显 紧张起来了 肖正宇可怜兮兮地看向我 晚霜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 带着摄友离开 谁曾冷眼旁观 谁活该被冷眼旁观 离开之前 我故意朝众人眨着眼睛 不好意思咯各位 星星是我三哥 这家店是我的 夏千哥阴狠地瞪着我 我出去的时候 我大哥靠在车边打电话 手边的戏烟明明灭灭 还好经理认识我 没有惊动大哥 大哥暂且还不知道之时 我长舒一口气 没惹麻烦就好 大哥先将摄友送回了学校 然后才开车回家 小妹 明天大哥要出差 可能有半个多月 你要是有什么事 就给老二打电话 行 时 回家熬了会夜 我连夜整理出来了 肖正宇和夏千哥的恋爱历程 揭露肖正宇出轨 夏千哥之三当三 以及两人贿赂老师的全部过程 还没等到我发到校园论坛上 道先出现了一篇关于我的帖子 有人偷拍了 我大哥开车接我的照片 照片模糊 看不清大哥的脸 但把车标和我的模样 拍得清清楚楚 可以说是专门冲着我来的 放在帖子里的 还有我和三哥打游戏的直播间截图 也放在了上面 洋洋洒洒说了一堆 说我钓鱼 原本因为我和三哥打游戏 大家都在把我的身份 他的粉丝还没缓过来 直接被这瓜冲的红了眼 不仅在微博上骂我 而且还追到了学校论坛 三哥直接放出了 和我的亲子鉴定 高强度吃瓜的二哥 在微博下面点了个赞 顺便评论 要不是有亲子鉴定 差点以为不是亲生的哥哥 连妹妹都保护不好 要不是二哥在网上嘴都惯了 三哥的粉丝 差点连他也骂了 大哥早就乘坐飞机走了 只有他的助手 给我发了短信 这时今晚就会有结果 段教授让您放心 我回了个OK 转身匿名放出 肖正宇和夏千哥的 所有破烂事 涉及比赛作假 大学老师不作为等行为 热度很快冲上了热搜 有人想要撤热搜 有我三个哥在 没得门路 而警察也找到了 夏千哥的所有电子设备 其中有的被损坏的 严重无法开机 这三天时间 我大哥愣是自己 给整开机了 里面所有的聊天记录全在 学校紧急整顿所有老师 开除了涉事的 所有相关学生老师 夏千哥贿赂老师的金额 超过高达20万 加上剽窃我的比赛作品 最后被判了五年 而肖正宇作为从犯 只是居一家赔偿 等到肖正女出来的时候 她已经无处可去了 她被退了学 还要赔偿大笔金额 家里的父母直接 将她赶出了家门 她起初自命清高 看不起苦力功 后来发现 人家根本不要她 几乎所有行业 都将她全封杀了 听说她后来离开的京市 过得一年不如一年 至于五年后 夏千哥出狱后 她家的小生意 早在五年前就破产了 她家人自辞 也在京市人间蒸发 夏千哥出狱后 网友已经淡化了 对她的记忆 她一无是处 开始在抖音上 做起了擦边女 在美颜家特效的加持下 你别说 还真就吸引了不少流量 然后就由黑公司找上她 签了霸王协议 一直压榨着夏千哥 她被逼无奈 想要帮上一个榜一大哥解约 结果榜一大哥 脱了裤子不认人 转头晒出她的素颜照 夏千哥的账号也凉了 违约费也高达千万 听大学同学说 某天有个缅北电话打给她 她正想挂断 结果那边传来夏千哥的声音 她疑惑问了一嘴 对面哭哭啼啼地让她帮她 结果再听到一声咒骂和尖叫后 电话被挂断 再也打不过去了 这些都是很厚的后来了 我始终知道 这些明里暗里欺负我的人 后来的悲惨 在某一环中 有我某位哥哥的手笔 我不知道是哪位 但我也不想知道 总归他们会一直坚定不移地 护着我就对了 十一 说回我被网报 也就是大哥出差的那天 二哥急急匆匆地 跟剧组请了嫁赶回家 抱着我 就是开始骂大哥和三哥 不会照顾人 以及骂网友眼瞎 我都说得那么直接了 怎么都还看不出来 咱俩是亲兄妹 我没在意 直到某天二哥在三楼书房 却突然打电话 叫我上去给他送点果盘 三哥正跟我打游戏 骂骂咧咧地说二哥是多 我想也没想 就上了楼 一推开书房 发现我哥正端端正正地 坐在电脑面前 听到动静 想要急忙转身 想了想开始倾壳了一声 才缓缓扭头 哥哥都说了不饿 妹妹你总爱黏着我 老师给我送水果吃 我看着二哥搅揉造作的模样 满头黑人问号 你不吃我给三哥吃了 可嗨嗨 双双别这么小气 给我给我 二哥一把夺过果盘 我疑惑地离开 直到晚上刷微博 看到热搜才知道 二哥当时在直播 但热搜下面的评论 诡异地搞笑 断二狗平时 滚 在妹妹面前装起来时 双双 我笑得满地爪牙 断二狗你不会以为 你的演技很高超吧 想要凶妹妹 结果被妹妹嫌弃地 断二狗一枚啊 我三哥笑得满地打滚 大哥冷漠地说着幼稚 结果不久后 两人用着这老套路 又哭我两次 后来某天 我急用平板 接二哥的平板一用 发现他的搜索记录中 有这么一行字 如何不动声色地 发自己和亲妹妹的亲子鉴定 我摸着下巴 看着不远处地 看似高深莫测的二哥 骚 够骚